天啊,这声宝宝叫得也太温柔了吧,哈哈,扶在他肩旁说着这爱称,好肉麻。 小橘子发现,俊子在机场戴的耳机配对成功后显示是红蓝色的,哈哈,红蓝,CP绝配。 有眼间的小橘子发现俊子手中有反光的东西,罗姆存遗,但这是真的,哈哈,又是裤兜里的六棱戒指,我很确定。 人速齐全,岔个小橘子,一家三口齐了,橘图图是爸爸妈妈心爱的小孩。 因为要搭配衣服嘛,它是一个偏蜜白色的一套礼服。 俊子亲口承认是白色西服,哈哈,蘑菇眼瞎,郑主亲自打假锤了。 巧合吗,哈哈,父爱无声。 蘑菇又在自欺欺人的狡辩,哈哈。 无论看了多少遍还是直击心灵,好甜,老婆脸上那种又娇羞,又嘚瑟的少女感觉。 设计师最新一条又又又又又转了,CP粉的推还加了关注。 这位粉丝的简介写着和我互动默认俊哲已婚,哈哈,设计师在国外使劲舞。 今天俊子发小红书,文案配文看云,我们都知道看云是属于夫妇之间的浪漫。 第一次看云出现在哲瀚杀青后去云南旅行出戏。 期间多次穿和俊子的情侣装,哲瀚曾说过,以后恋爱了,不会特意公开,也不会隐瞒粉丝。 再次看云,哲瀚又再次穿着和俊子的情侣装。 一个人去了西南,一个人去了东北,相隔四千公里,分开了半个月,最后一起回到北京,再次相见,确认了我彻底出戏,我爱的的确是你。 俊子在IG上配文随手拍,随手拍背后也是他们的故事,他们的浪漫,周而不比,身若非絮, 只此之手,坐看云书,我本天涯孤红,无根行客,客行虽云乐,不如早玄规,不管是云朵,还是夕阳西下的粉色的云,我都会把我的生活拍下来和你分享。 同时,今天是唯独会,嘉威信三周年,也是梦开始的地方。 我很难不想到俊子是在过纪念日,哈哈,这是爱情的仪式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郡子新聚开机,夜景观就位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